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可以烂尾 老百姓却不可以断工 我们先听听一段录音 我到超市就买点水 一块钱 我给他一块钱 他不给我水 我报警察师不说的事 我150万 我买他房子 他不给我灌 他就藏平了 他就没事了 然后我上街 我都是暴徒 有天理没有 我喝酒 你说有没有天理 我姑娘眼中 我是坏人 我哪是坏人了 我也不想走上街头 我也不想成名 我都想拿150万 买个房子 我钱给你 你把房子给我 买个水 我给你钱 你把水给我 我是合法的公民 有错吗 你们留那么多 我的钱谁拿走了 我们是钱还的 就是停贷的事情 咱们领导能不能帮帮我们 这么多两万多个群众 给我们缓一缓 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可以烂尾 老百姓却不可以断工 老百姓买一套房子 可以说是掏空家底 不幸买了的烂尾楼 不管是谁的责任 购房者是没有一点责任的 但是房子的全部损失 却由购房者来承担 所谓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是喊口号吗 老百姓一边要付房租 一边要还房贷 把自己的生活折磨得一地鸡毛 为什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要为别人犯下的错误而买单 为什么最弱小最无助的老百姓 要承担所有责任 为什么开发商却可以躺平 可以选择高枕无忧呢 谁来为普通老百姓主持公道 再过一星期就到了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有四类人会倒霉 但愿没有你 第一类人 开发商 婚房永远是房地产市场 主要的一个销售板块 但是现在人口出生率怎么样 我不说你也知道 上下五千年什么时候 出现过人口负增长 这百年难遇的是现在碰上了 第二类人 生意人 现在老百姓没钱了 有数据说 现在负债的人口是7.8亿 如果减掉2.6亿的老年人 再去掉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和孩子 那真可谓是全民负债 兜里钱挤 自然就不舍得花 你想一想 这几年你听到哪个老板说赚到钱了 有的老板借钱给员工开资 现在员工活得像大爷 老板活得像孙子 第三类人 大学毕业生 你知道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吗 1076万 那你知道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吗 1158万 以现在的日常情况能不能消化得了这么多的工作岗位不好说呀 现在求职那是卷得厉害 有的地方如果没点人脉关系 就算想当外卖员 你也未必当得上 有人说了 3000块钱你雇不起农民工只能雇大学生了 现在学历贬值的程度要比人民币贬值的程度还厉害 重学历轻能力 重文凭轻技术的苦果终于来了 这第四类人是谁 我不说 考考你 知道的可以打在评论区 你知道富豪为什么每天都看新闻吗 因为他要从新闻里看出大数据 如果还不了解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 那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掌握未来的大方向 正如大河里的水满的小河才不会干 你觉得呢 同事老李呢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明明拿了100万帮女儿呢 在武汉买了房 女儿呢 却恨他如仇人 老李呢 今年快60岁了 只有一个女儿 视他如掌上明珠 女儿呢 考上大学之后呢 在武汉也找到了工作 一切都顺顺利地的 老李呢 也是乐得整天 眉里眼里都是笑 走路都哼着小歌曲 后来呢 老李是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又借了一笔钱 一共是100多万 帮助女儿呢 在武汉买了房 从买房到装修啊 老李是全程参与 甚至是包办啊 虽然期间因为装修的风格 和女儿闹得很不愉快啊 但总的来说 这个过程还算是顺利 房子装修好以后呢 老李是隔三 差不多就去武汉 他把武汉的那套房啊 当成自己的家 他很享受 大武汉的一个繁华与便利 因为老李的到来啊 女儿回来 便可以吃到 现成可口的饭菜 女儿也就没有多说啥啊 后来女儿是谈恋爱了 可怜谈了几回 每回呢 都跟男朋友告吹 老李呢 再去武汉 女儿便气冲冲地对他说 爸呀 你下回别来了 买房的钱呢 我将来会还给你 老李呢 不可置信地盯着女儿 娱乐一下 谈谈恋爱 可你总是在家里指手画脚 我前后谈的几个男朋友 都是因为受不了你而分手 女儿还说呢 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呢 在卧室里面打闹 老李呢 也不敲门 直接就进到卧室里面拖地 有时候呢 一到晚上九点 老李便开始 赶女儿的男朋友走啊 女儿过生日呢 想和男朋友在家里面 过过二人世界 可是老李硬是在家里面 坐着看球赛 女儿是越说越伤心 最后呢 是嚎啕大哭 老李也非常不服气 以为女儿只是一时的一个气话 可腾她下次再来武汉的时候 走到家门口 她却打不开房门呢 原来是女儿已经把锁给换了 给女儿打电话呢 发现手机号已经被拉黑了 老李呢 最后是泱泱不乐地 回到老家 变成了祥林嫂 逢人就说女儿的不是 就是家里的人们听了之后呢 也是纷纷叹息摇头啊 也不知道是谁的过错 养育孩子呢 其实就是父母 其面配出孩子生命的一个过程 可是呢 偏偏有好多父母 就是不懂啊 不知道对于此事 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结婚呢 买了一套loft公寓 当婚房 到底是什么体验呢 在入住前呢 是各种憧憬和向往啊 毕竟在大城市里面 有了一套楼中楼 而且呢 是花小钱办大事 但是入住后呢 确实是非常的后悔 简直可以说是肠子悔青 千万不要再忽悠年轻人 来买什么loft公寓了 首先呢 就是loft的特殊之处啊 它有着这么一个楼梯 就是每天都需要上下楼 一般人都还好啊 但是假如说家里面 有孕妇儿童或者老人 这每天上上下下几十次 不得不说 真的是一个安全隐患 再者就是毕竟这个卧室呢 它是在二楼啊 餐厅卫生间呢 都是在一楼 所以说不可避免 就要经常来这个一楼 尤其是半夜 非常咳睡的状态下 想上卫生间呢 也必须来到这个一楼 别提有多累了 再者就是想做饭的话 到这里一看 发现呢 只有电磁炉 既不通燃气 也不能放这个夜花气罐啊 有些人会说我完全用电的话 还会更加的省钱 但是不好意思啊 公寓都是四十年的一个产权 完全是商水商店 用电的话 大概是一块五一度电 用水的话 是大概四块到五块钱一吨水 而普通民用的价格 大概都是五六毛钱一度电 或者是三块钱一吨水啊 像第三点就是 有些人会说 我买这种房子压力更小 毕竟面积小总价低 但是呢 买这种房子压力 还真的不一定小 就比方说在一个三线城市里面 一套这样的loft公寓呢 市场价是六十万 同地段的商品房呢 一套是一百万左右 公寓呢 首付必须是百分之五十 但是商品房呢 首付必须是百分之三十 这就意味着 首付呢 都是三十万 但是呢 像loft公寓的这个房贷 最多只能贷十年的一个时间 贷款三十万 房贷呢 利率是上付百分之五十左右 每个月的还款呢 和你去买那个住宅的贷款七十万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很多的人为了图便宜 去买这个公寓 不知道呀 真正买了之后 才发现自己付的这个首付 还有每个月还的这个房贷和买住宅 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肯定会说 既然有这么多缺点 那么惹不起 我还夺不起吗 总是来得及吧 既然犯了错 那么我就把它卖了 但是不好意思 像这种房子呀 在卖的时候 大多数银行是不提供二手按揭贷款的 买家想买你的房子 基本上都得全款购买了 而且呢 像这种房子的二手交易的税费 是非常的高的啊 有什么差额税 增值税 就是各种税费啊 这种房子呀 将来卖的话是很难卖的出去的 因为在大多数城市里面 现如今呢 这个公寓的供应量是非常的大的 为数不多的公寓客户呢 都去买新房公寓了 买二手公寓的是少之又少 而很多刚需的之所以买这种房子 就是想着过渡一下 在这边先住几年的一个时间 等到将来呀 转的钱更多了 可以把这套房子给卖了 然后加点钱呢 再去买一套住宅 殊不知呢 真到卖的时候 才发现这种房子 真的很难卖的出去 像第四点 就是这种房子 也基本上没有见过什么南北通透的 通透性实在是太差了 一般来说呢 我们买的住宅都是平层上分布的 而这种房子呢 却是上下分布的 这就导致呢 这种房子的通风性呢 非常的差 住了之后就会发现 开了这个空调呀 发现冷空气都在下面 这个热空气呢 都在上面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闷的啊 而且呢 像这种房子 一般来说都是一楼客厅 二楼卧室 这也就意味着 在我们家卧室的上方 是别人家的客厅活动场所 在居住期间呢 楼上在放小电影 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真的是太尴尬了 综合来说呢 任何房子呢 都有适合他的人啊 假如说你在这个城市里面 已经有合适的住宅了 想买一套公寓 用于出租 用于办公 或者是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么呢 是可以购买的 但是呢 假如说你是刚需 那么就千万不要购买了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咱就说啊 看完小电影啊 有三件事千万别碰 谁都知道啊 浏览黄色网站是不对的 法律规定啊 直看是不违法的 甚至呢 付费看都不违法 但是呢 真的要说浏览了黄色网站之后 有什么事是不能碰的呢 那就三件 通过这三件事啊 你还能看出来 它的段位到底是白银 黄金 还是王者段位啊 白银集的就是 邀请小兄弟小姐妹 一起来观看这个小电影 这个呢 就构成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 第96条规定的组织传播淫秽制品行为 出罚呢 是10到15天的行政拘留 以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到了黄金级别呢 是复制传播这个视频 分享给朋友 这个出罚也是10到15天的一个拘留啊 但是罚款呢 就升到了3000元 你看这价格还都是不一样的啊 王者级别是到了这个阶段啊 那就让人高手呢 是翻墙去看片啊 这个技术就非常专业了 只要是绕过网络的监控去防外国外的色情网站 就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 国际联网管理的暂行条例第六条 处罚呢 则是责令停止联网 并且呢 给予警告 以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大家听明白了吗 记得转发给自己的男朋友 小伙伴 女闺蜜 都小心点吧 大批俄罗斯人来到中国 却不是来旅游的 在得知原因后 让人哭笑不得 众所周知啊 俄罗斯是我国的友好邻国 两国来往这么多年 关系一直都在升温 俄罗斯呢 这个国家的人呢 相对来说 交往起来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俄罗斯人的性格都是比较耿直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会藏着掖着 在看到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十分友好时 俄罗斯人心里也都是有数的 他们也会真心的把中国人当成朋友 对中国来说 俄罗斯除了是友好邻国之外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呢 拥有大量中国需要的资源 两国之间最常见的贸易合作就是天然气和小麦 这两种资源呢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呢 每年都要用掉大量的天然气和小麦 而俄罗斯 按给我国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所以这一合作呢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是非常需要资金输入的 俄罗斯这么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可没有 没少受到老美的打烊 这就导致原本有机会大力发展经济的俄罗斯 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毕竟被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针对了 一般的国家可是很难不受到影响的 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资源型国家 一旦别的国家减少购买俄罗斯的资源 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呀 就找到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 而中国的出现就让俄罗斯看到了希望 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一旦和俄罗斯在资源领域达成长久的合作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就能平稳的落下了 中国的消费能力是惊人的 中国每年都要从国外采购大量的资源 从哪里买都是买 与其向一些不友好的国家购买 还不如从更加友好的国家购买 所以呢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 采购资源的主要对象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中国人对俄罗斯人都是抱有好感的 其实呢不仅是中国人认可和俄罗斯之间的友谊 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评价也是不低的 他们的目光从当年的往西看已经改成了往东看 到了这里就会很多人发现 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的俄罗斯人拥入中国 最关键的是 大批的俄罗斯人拥入中国并不是来旅游的 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当我们在得知原因后 简直是哭笑不得 自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之后 中国的文化包括商品也时不时的影响着俄罗斯人 尤其是中国的白酒更是让俄罗斯人爱不释手 众所周知 俄罗斯人是出了名的爱喝酒 可以说是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不喝酒的人 他们的酒量也特别的大 每天都少不了喝酒 酒对俄罗斯人来说的绝对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之所以俄罗斯人爱喝酒 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的体制和文化有关系 俄罗斯寒冷的天气 使得一部分俄罗斯人要靠喝酒保持自己的温度 所以一到冬天俄罗斯人喝酒就更厉害了 然而自从俄罗斯人接触了中国的白酒之后 中国白酒的口感和酒就让很多俄罗斯人喝完就爱上了中国白酒 不得不说中国的白酒确实有能吸引很多爱喝酒的人 但爱上了中国的白酒后 就有很多的俄罗斯人来到中国 想要一瓶正宗的中国白酒 但得知这么多俄罗斯人来中国 只为了喝一口地道的中国白酒 不得不让人哭笑不得 看来俄罗斯人爱喝酒可不是开玩笑的 同时也看出我们中国的白酒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俄罗斯人前往中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酒文化也是酒文化 俄罗斯人的酒文化和中国的酒文化碰撞在一起 或许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呢 对于这件事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这是行车记录仪拍下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司机驾驶轿车正常地行驶着 可前方的两名女士挡住了司机的去路 无奈只能一边行驶一边按喇叭 催促两人试图让他们靠边 可两人对于司机按喇叭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因此让道 反而继续不慌不忙地走着 这一行为也让司机继续按喇叭催促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身穿风衣的女士早已经怒火攻心 果然当靠近商场时 女士突然转身对着司机就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语 反观司机看到如此情况也在驾驶室同样做出相应回应 而一旁的红衣女士见况连忙阻止女士让她多一时不如少一时 可女士并没有因此罢休 红衣女士那时拉都拉不住 非要司机下车道歉才会放过司机 甚至还掏出手机要联系有关部门来处理 可能司机也是个暴脾气 并没有下车给女士道歉 反而是坐在驾驶室说着任由女士耗时间 反正自己也不急 哪怕是酒店管理人员的到来 女士和在驾驶室的司机都非要分出个胜负才肯罢休 任由管理人员如何劝说都丝毫没有作用 最终只能无奈离开了监控画面 那对于这件事情 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吗